前進校園教學 認真讓大家認識柔道 這是台灣柔道女王連真凌 她25號在浙江杭州洋運 女子57公斤級項目出賽 一路闖進四強賽 立抗強敵大陸隊的蔡奇 雙方激戰到黃金得分制 最後連真凌在8分45秒 壓制10秒得勝闖進金牌戰 25號正規賽跟日本好手 玉智濤打得難分難解 最後在黃金得分制 拿下了關鍵半勝奪金 聯訪時她激動到哽咽落淚 她稱玉智濤是她面對過很多次 第一次贏她覺得自己好像在做夢 她邊試淚邊說 這面金牌對她意義很大 奧運比完後 她一直相信自己做得到 很困難 因為摔得多了 動作也被研究得很多 加上年紀關係 不知道是否可以做到 但是自己做到了 因為她從沒放棄努力下去 今天是廚世夜 在這邊祝大家新的一年 苦苦生風大吉大利 今天剛好也是我生日 我今年最大願望就是希望 我們在世界杯亞運拿下金牌 去年 聯正寧才在日本錄下了這一段生日願望 今年亞運金牌已經實現 在家不只關心時事 也要強健核心知識 疫情期間 聯正寧拍攝自己在家的力量訓練 把彈力帶當作夥伴 訓練內腿的連工法姿勢 如今 聯正寧第四度征戰亞運 柔道單界兩斤 創下歷史 TVBS新聞 葉俊宏 陳向如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